慈禧是不是要住这个院子了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两家是一处院子 原来是一家 这座也进去 好嘞 谢谢大娘 我们看一看 当时慈禧西桃的时候 一开始准备住他家 也不知道因为啥 这会换了地方住了 咱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只能从这个小脚门 这会儿进去看一看 当次就上来了嘛 在山西 几乎每个城市 每个县 都有历史古迹 比如平遥古城 更是一个有历史文化 有故事的地方 在古城里 有近四千座古建筑 随便进入一处老宅 都有未被人发现的故事 也不知道当年是什么原因 让慈禧不喜欢这处老院子 咱们进院子里看一下 这处老宅位于平遥城内 陈家巷 它是负责协同庆票号 西南西北分号掌柜 陈汝游的故居 整个宅院呢 坐北朝南 三进院落 这样的院子 陈家一共有三处 这个是三个院子装修最豪华的一处 当时的平遥县令 给慈禧选择新宫 首选的是陈家的这处院落 当慈禧进入这处院子的时候 是相当的不满意 这可把当时的平遥县令 吓坏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经过师爷的指点 给县令出的主意 搬到了赵德普之子 新建的院子 慈禧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后来通过总管太监李莲英 才知道慈禧 是因为陈家的建筑 过于的低爱 装修也特别的差 也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处院落 这处院落保存的还比较完整 你看这个正房三间 一层是窑洞式的结构 在这个一层的上面还建有木构的楼阁 东西的厢房各三间 你看这蓝板石头保存得非常好 大爷您好 当年不是慈禧 西桃的时候不是安排这个院子了 我们过来看一看 看这个陈汝油的故居 这些建筑虽然结构小巧 但是工艺精湛 看这些装饰也不错 你看这个木结构 还有这个砖雕 都挺好的 不明白当时的慈禧为什么不喜欢住这样的院子 多好啊 在这里喝个茶了 聊聊天 不是挺好的 看这环境也非常的好 特别的安静 这个是瓦队 对 还有瓦队了 当年慈禧在这个院子住了没有 好了 我是三敬游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